中央政府去年宣布落实免签证措施以来 对我国的旅游业确实取到了一定的效应 马六甲首席部长拿都斯里阿都拉务夫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古城最近的游客人数确实有所增加 他举例州内的酒店的水电费陆续暴涨是最佳证明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加上政府对多个国家实施免签措施 我国旅游业已经有走上正轨的迹象 尤其是作为旅游热点的古城马六甲 周末和假日到处都是满满人潮 马六甲首长拿都斯里阿都拉务夫 接受本台专访时谈言 但是今年首三个月 周内各地酒店的水电费就多出了35% 是游客人数上升的迹象 事逢今年是马六甲的州旅游年 阿都拉务夫表示 有了中央政府推行的免签证便利 加上州政府一系列的旅游措施 到访古城的中国游客确实有所暴增 阿都拉务夫声称 为了应付庞大的游客人数 州政府在商业地区建立了617所电屋 作为吸引游客的一大卖点 此外 马六甲州政府提供免租金一年的优惠 以协助当地年轻人赚取收入 他们只需要在第二和第三年 缴付每个月600令吉的租金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